好我們說雙英出訪 接下來我們來看小英的 抵達了紐約 那晚上要參加這個喬宴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馬上蔡英文就說了 台美關係比以前密切 好再來呢 我們要創造散的循環 世界正走進台灣 台灣走向世界 我們一起努力 讓台灣走向更寬廣的 國際空間 但真的如此嗎 走向國際空間 也不是嘴巴上說說而已 我們來看一下 美國在台協會主席來接機 然後呢 參加喬宴的 也包含了紐澤西的州長 還有呢 美國智庫啊 在這場演講呢 會頒發全球領導獎 只是在現場呢 我們常常會聽到一個聲音 有抗議聲支持者 互相的在嗆聲 但是呢 台美關係真的好棒棒嗎 白宮啊 已經很明顯的就說了 我們沒有安排任何的官員 要跟小英見面 也警告大陸 不要升高台海局勢 從這句話 你就看出端倪了吧 希望大陸 你不要增高台海局勢 我們沒有安排官員 要跟小英見面喔 所以呢 前國外會秘書長 楊永明教授 他也分析 蔡英文過境 來 這四個字 被利用了 他說呢 拿過境 當墊腳石 踏腳石 跟北京交易或表態 希望重新撮合 中美的高層對話 拜登一直放消息 想跟習近平對話 結果被已讀不回 這是不是就是一個交換呢 亮哥分析 其實這一次小英會見 會不會見麥卡錫 會不會見蓬佩奧 他說蔡麥惠倒是此行最大的未爆彈 但是還是有hold住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麥卡錫 畢竟他現在是有稱號的 他是議長的 還是會被受一些限制的 但是接下來 蓬佩奧就不一樣了 蓬佩奧他現在已經卸任 他沒有正式的官員的職位了 所以很可怕的是 他愛講什麼就講什麼 你還真不知道他會講什麼 可能會講出更出格的話 那麼再來呢 在外交上 蔡英文的挫敗 就是宏都拉斯跟我們斷交 而且現在要傳出最新消息了 宏都拉斯的總統要訪華 同時呢 還要簽署一帶一路的備忘錄 那麼今天呢 我們就帶大家來看 小英國境紐約 在現場抗議聲刺起 總統蔡英文抵達位於曼哈頓的 樂天酒店 一下車現場立刻爆出 一片支持歡呼聲 兩百多名支持者 手握兩國國旗不斷揮舞 蔡英文神情從容 跟民眾握手致意 但隔著這條街 另一端民眾心情大不相同 這些抗議群眾痛批蔡英文 過境美國的決定 酒店所在的第五十階 各自紅綠旗海形成強烈對比 而在蔡英文離開酒店 赴晚宴上車前 抗議民眾再嗆 中國並不是敵人 蔡英文睽違三年 再度過境紐約 行程保密到家 直到下機才說明 三十號接受華府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 頒贈全球領袖獎 並將會與兩位智庫代表 展開區域安全對話 其中一位是去年曾訪臺的 前國務卿龐培歐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科比 在蔡英文還沒抵達前的 白宮例行會上 主動提及蔡英文過境 這也是美國官員首度提到 蔡英文過境 雖然白宮強調這次過境是臺灣自己的決定 同時也喊話中方 美國並未違反義中原則 並希望就蔡英文過境與其他事務 維持溝通管道順暢 中方已經多次就蔡英文過境 竄美問題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過去的錯誤 不能為今天的錯誤開脫 犯錯次數的疊加 不能提供任何合法性 臺灣當局領導人赴美過境是假 謀求突破 宣揚台獨是真 根據媒體報導 中國大陸在蔡英文返回臺灣前 應該不會與美國進行溝通 而過去造成的效應 中國大陸也將是美方 對蔡英文過境的規格 做出相對回應 記者離境綜合報導 不禁要問一句 那到底是誰降低國格呢 小綠綠本來在臉書上 還有很多的這個 說馬英九不敢講 當了總統只敢講這個那個 結果後來被發現 這些都是造謠的 我們來看這些塔綠班 原本抓準了 這個馬英九應該不敢講中華民國 他應該不敢講他前總統 他應該不敢講他是中華民國前總統 結果抱歉 馬英九一一破解 以上不敢講的 小英不敢講的 馬英九全都講了 蔡文元說了 這個就叫做各自表述啊 臉書粉專 不可能我二弟天下無敵 他說蔡英文遭到白宮打臉 沒有安排美國官員會晤 塔綠班蔡總統 好棒 臺灣有小英真好 我們就來聽一下 立委怎麼說呢 民進黨立委趙天靈就批評陸方 認為解放軍侵擾從沒停止過 我們來聽一下 陸方不應該在這裡借題發揮 我們目前並沒有看到所謂的親台的跡象 但是對台的侵擾沒有一天停止過 包括連馬英九前總統在中國大陸訪問也沒有停止 所以我們倒是認為北京當局應該要停止這樣子的一個窮兵獨武文攻武嚇的行為 因為他威脅到的不只是台灣 其實也是威脅到了整個印太地區 所以我們會認為說這跟蔡英文總統的出訪沒有關係 不應該做成這樣的連結 這是我們國家的元首正常的作為 絲毫都沒有任何的挑釁 所以中方也不應該在這裡無地方使製造區域的緊張 台美有共識 為了避免中共大動作破壞和平 此次過境美國的行程 我們適時調整 但本席認為會見麥卡錫不會有異動 同時呼籲馬英九在中國 應要求中共停止軍機繞台 停止挖腳友邦 停止武力威脅 兩岸才能真正走向和平 好不能千怪怪怪都怪這個對岸吧 蔡英文的這個中美週刑 過境美國紐約 那新任的AIT處長羅森伯格也上機來迎接 那麼對於國台辦嗆如果蔡總統跟麥卡錫會晤是挑釁要堅決回擊 吳釗謝則是回答什麼是國台辦 這下尷尬了 藍軍炮轟蔡政府的親美抗中 根本是把台灣推向了戰爭邊緣 蔡英文出訪中美洲友邦抵達美國紐約過境 新任AIT處長羅森伯格上機迎接 仍還沒進機艙 蔡總統已經先把頭探出去問候 蘿拉 你好 今天歡迎來到這裡 就怕媒體沒看到蔡總統還得退路 把人帶進來重新再握一次手 這回過境紐約將到華府智庫演講 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印太計畫主任葛埃一警告 若這次沒小心處理 恐怕會有食料未及的嚴重後果 國台辦更嗆 如果蔡英文會務麥卡錫將堅決回擊 面對緊張情勢 外交部長烏昭謝態度卻是這樣 蔡英文執政下搞清美抗招 對外搞到兩岸兵兵戰危 國內治安跟IP是史上最糟 西部沿海二三月總共發現二十具腐屍 其中九具是臺灣人 網友狂轟 臺灣越來越恐怖 我六十多歲了 在我們臺灣寶島第一次有如此的事 不是詐騙就是腐屍 臺灣現在是什麼島 蔡英文執政十無前例治安敗壞 到底誰管他清美抗中 臺灣人民只想好好活著 真的是前所未有害人聽聞 人命關天 民進黨政府應該好好來處理 兩岸關係搞不好 治安更接連爆出詐騙 綁架甚至腐屍 就怕執政者只沉迷跟美國關係好不好 卻沒在意臺灣百姓過得好不好 記者張正銘黎一璇 SNG小組臺北報導 蔡總統出訪友邦 現在國安局長蔡明彥到立院 備詢的時候證實 他說接到情報 他說中國動員了僑借 還有統會在蔡總統過境美國期間 進行抗議 而且據說 承抗人員還有費用 一天是200美金 美國的媒體報導 台美的治安情資 中國的外交單位 訓令中國駐美各大使館處 動員中國紐約洛杉磯等總理事館 動員幫派分子 動員核統會幫派分子 以及他們當地的僑界 就蔡英文總統訪美相關的行程 進行承抗安排 其實就是一個流氓要去搗蛋 而且他動員的還是真的流氓 有黑幫 我們官局有沒有掌握這事情 有 有完全的掌握 我們所看到的是 在中國在紐約的總領事館 以及在LA的總領事館 他們都做積極的動員 動員這些親中的僑團 這一次中國動員相關的團體來抗爭 是有給他們費用的 一天兩百塊 一天兩百塊美金 所以你有掌握他們付錢 不含時數 不含交通 那因為經費蠻高的 所以他們 中部這樣很low耶 他很像我們台灣 黑幫那個公祭場所 商禮 叫那個不知孩子 一個人多少錢 叫他來那邊排隊 他不是在做這個事情 對 那因為要付錢 所以他們也考量到經費 所以他們的承抗的重點 就放在今天3月29號 總統要在當地入住飯店 以及有所謂的僑宴的過程當中 進行集結式的承抗 最頂級的家常好滋味 海皇頂級冷壓出炸麻油漿 嚴選傳承三代頂級黑麻油 及台東小龍器座高品質老漿 四季滋補 用料實在 簡單一吃 零廚藝便能料理不失手啊